韩雨晨 你是故意坑我的是不是你 给我走 趁妈妈不中意识 偷偷把她手机拿走 把舅舅手机号码 改成陌生号码 让妈妈以为是骚扰电话 舅舅 我爸爸和我妈妈又在吵架 你快打电话献起我妈妈吧 我妈妈还在汽头上 要是她不接你的电话 你就多扎几次啊 人才啊 然后再把手机放回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妈妈 你来电话了 你看 你看就是诈骗电话 骗钱的一串数字 我都不认识 无论无论这种电话 妈妈 这电话又来了 还是那个人 这个人怎么这么执着呢 可是我一个人骗吗 还能证 知道吧 以后这种电话不能接哈 真的吗 以后你遇到这样的 要么就跟我说 要么不可以自己接 你一接的话 妈妈钱就被很骗走了 好吧 嗯 妈妈 那个人又打来了一次了吗 天啊 太执着了吧 妈妈你就是不能接一下吗 接一下 看我怎么骂他啊 喂 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了呢 我刮了咪了咪了 你别笑 你干什么呢 你硬毛病了你老板 他最后转移 他想骗我气 你门怎么有 赶紧都不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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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都不过去 我连给他还嘴的机会 都不给他 呜 这种人就是 给他这样 妈妈他又来了 又打来了一次了 怎么又来了呢 妈妈 他不会是你那些 打麻将的朋友吧 我打麻将的那些朋友 我都存起来了 没有这个号 他这一串数字 遗憾是外国的 肯定到他我骂他 他没有还嘴 他又给我打过来了 喂 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了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 我都让你滚远点 你怎么还要打电话呢 什么 你还说我弟弟 我就一个弟弟 我弟弟手机号 我还不知道吗 他说的事 你就别说 等人不等待着去 你变 还想骗我的钱 赶紧给我滚 滚远点 这个人的声音 怎么这么像你舅舅呢 喂 你什么情况 你跑过外去了 你的手机号我记得呀 你怎么一串数字呢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哎雨晨 是你搞的鬼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 我等着 我今天要收拾 你